《吊丝男士》系列短剧已经停更两年有余,但其中的《大宝剑》系列却让观众记忆犹新,而高喊着要一个粉红回忆的乔山,也依旧是网友们最爱的大宝剑男神。 虽说有很多网友认识乔山,都是因为屌丝男士,但实际上浑身散发着幽默细菌的他,早在2010年就被戴军带入了情景喜剧综艺《爱笑会议室》里,而彼时,粉丝习惯叫他山子,还给他取了个外号,骑兵。 在《爱笑》的舞台上,乔山与张子栋、张一鸣、崔志佳、秀锐等组成了国内首个进井报笑短播出剧团队,《爱笑兄弟》奉献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捧腹的小故事,可惜娱乐圈注定不平静,而幕后也充满风波。 最初张子栋走了,最后首批《爱笑兄弟》也所剩无几了,原本乔山还想坚持到底,一方面是因为《爱笑》的舞台实现了他的梦想,另一方面割舍不下陪伴了自己多年的观众,可惜,天不从人愿,纷争后乔山与崔志佳选择了告别这个已经,面目全非,的舞台。 离开后,乔山算是很幸运,他被大鹏招揽旗下,一起靠着《屌丝男士》、密席,还联手闯荡影坛,先后合作了《煎饼侠》、《父子雄冰》、《缝纫机乐队》等影片。 同时,乔山又与老搭档修瑞联手,一起参加了《欢乐喜剧人》,还受邀登上了2016年央视春晚的舞台,表演了小品《快递小乔》,就这么,靠着作品的不断积累,以及不俗的幽默细胞,乔山逐渐迎来了事业的巅峰期,也与宋小宝、贾玲、岳云恒、王宁等年轻艺人,成为了这一代曲艺界的中流砥柱。 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个贤惠的女人,乔山自然也有,他的妻子叫莫丹,曾经也是一名演员,但为了帮助丈夫发展,他放弃了自己的梦想,变成了乔山的经纪人专心为他打理事业。 然而早年的乔山没什么知名度,尽管莫丹跑断了腿,但能接到的邀约却很少,因此当时的他为了让乔山能安心追逐梦想,晚饭后就会去他表演的剧场附近摆地摊,美其名约接男友下班,但乔山心里明白他是为了多赚点钱维持生活所需。 乔山并不是理想主义者,也懂说空话没用,因此他愈发努力,更是在小有成就后,立马给了莫丹一个名分。 光一如见,如今乔山已经34岁了,他早已不是当年岌岌无名之辈,而比他小了4岁的莫丹也早就在生下女儿后开始发福,身材直逼174斤的老公。 然而不管外面多少小姑娘喊乔山男神,岁月对莫丹如何不留情,但这个愿意为他付出一切,不惜在寒风中摆地摊却舍不得吃一份25块钱盒饭的女人,一直都是他心目中那个最美丽的女神,祝福他们这一家,特别声明。 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,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。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、版权或其他问题请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与新浪看点联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